哈喽,大家好,我是宋姬 自驾游4000公里来到新疆 大家都说这边的衣食住行非常贵 一天几千块钱都是打底的 这两天刚好停下来修整 跟大家说明一下 现在新疆旅游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以我这个房间为例 现在是100块钱就能订得到 环境还可以的 过几天要开始涨价了 吃饭方面我觉得还行 毕竟物有所值嘛 内地10块钱的快餐也就这么一小份 但是这边20块钱的快餐可以给你一大盘 一个人来这边旅行半个月的时间 1万块钱肯定是打不住的 从内地自驾游过来这边 少说都要7天时间左右 路上的花销啊,油费啊,高速费啊 吃饭,住宿啊都需要花钱 三四千块钱最少 然后往返的话就接近1万块钱了 这个地方特别的大 没有一个代步工具的话 好多地方都去不了 去租车公司看一下 便宜的话以后就打飞滴过来 不用浪费那么多的时间 坐飞机或者坐动车来新疆 感觉都比自驾来的要友好一些 下了火车站的到处都是租赁公司 咱们去看一下多少钱 合适的话以后我就 不把车开到这里来了 时间出一个就行 现在来到租车公司啊 看一下这边的价格 老板有没有G18或者四驱车啊 看一下 这些全部都是拿来出租的 相当有劲的这个小东西 省油还行 是客人刚用完吗 有点下雨的吧 沙城暴还没有 对 太熟悉了这个味道 七座车 哎呦 没有进这车 我都三四年没有摸过这个型号的车了 以前我有一辆 像这个车的话租资多少钱一天呢 一天两百块钱 两百块钱 这么便宜 那半个月呢 我用车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 我也都七座了 这个还是啊 对 嗯 随便就用去的 是啊 你还有一天五十的保险 二百五 二百五跑天 二百四十八 一天开走 二百四八 就长一点时间也不会 不会便宜吗 嗯 我租长的时间不是短 今天一百九 加五十的保险 二百 之后二百四 那路二百五的 哇 这么便宜 这车以前我们有一辆白色的 这里放倒 打一块板子 直接在里边睡觉 两个人 相当舒服拿来玩 有四驱车吗 或者大商务 有 看一下 这个一天是两天 两百八十块钱 长租还有便宜 像这个长安呢 啊 这样 最近香港台湾那边的人 来的多不多 挺多的 挺多的 我们全 现在不是放暑假吗 啊 我也以为台湾那边来不了的 可以 就在那样包备 需要包备 这些是不是包月的 对 哎呀 还要按年份计啊 对 七千块钱一个月 东风的皮卡 谈个三百多少钱 包月一万二 一万二 那算下来就四百块钱一天嘛 一代四季的 包月好算 八道呢 八道是 还有年缝 有14年的一万 17年的就是新车嘛 新款的一万三 都是含保险 保险是 还有不含押金啊 这个押金是一个月 押金是五千 押金五千块钱 嗯 车还回来 没备章的话 半个月以后 用车回去 哦 这样的 上下来 新疆的用车成本也不高啊 像这些普通的两驱车 正常是两百来块钱左右 四驱车的话 也就是五百多一点 如果是按半个月来算的话 越包 租车的时间越长 它的价格呢 就越低 一般用不上四驱吧 用不上四驱 你除非跑得比他还不入区啊 啊 就当是 我感觉四驱也挺浪费的 大部分新疆这边的路 还是挺不错的 没有那么多的焦率 你用四驱油花很高 你用到四驱的话 这个HV就可以了 是 对 跑塔城这些都OK了 还有喀什那边 哦 那些没问题 新疆能耍能玩的地方特别多 没车也不行 太贵也不行 只要不去沙漠戈壁滩啊 大部分路况都能跑 一百九十块钱一天 还好吧 算下来半个月的时间足够完了 也才两千多块钱 我从广东开到这里 路上的费用已经花了四千多了 而且还要把车开回去 六七八九月又到了新疆这边的旅游记 是不是想带着一家老小出来转一转呢 刚好又正值暑假 一到了这个时候网上就很多人发新疆当地的消费很高啊 吃一餐饭动不动几百上千块钱啊 那你要去景区那边吃也是没有办法的 如果像我一样来居民区这边看一下又会有不一样的情况 在居民区又不一样 新疆当地的工资也不算是很高 正常人也就是三四千而已 不可能说一顿吃个几百块钱 还当地人怎么活啊 先找个地方吃午饭 看一下这边的屋价 还行啊 我所在的地方是居民区 都是自助的自己拿就好 上面人表明了价格 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菜 这是土豆上就能要贵一点二十块钱一份 米饭是两块钱一份随便吃 牛肉味十足也比较软烂相当不错 一到了饭店到处都是人挤人的 价格还好吧 主要都是真材实料 大家觉得贵不贵 当地吃到最好的就是水果了 可以花最少的价格买到全中国最高的品质 要把一包糖咋办 多少钱一公斤 七块 七块 这个也是一样吗 一样的 天的 来 拿上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了 贴不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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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嗯就放心 这么远都能闻到香味 小心点 我拿着吧 你这个不贴不贴 你这个不贴不贴 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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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刀不用开吧 开 都得开 看你都撇出火车 麻烦了 没拿铁链栓上已经不错了 哈哈哈哈 好 全国书恋了 人手一个 全国刀具管制最严的地方 竟然可以买刀 进去看一下 新疆这边少数民族做刀挺出名的 最有名的 就是阴极刹小刀 小小的手工断打做的特别精致 还有鹿角的饼啊 木制的饼啊都有 价格也很高 刚刚赚的那家 太极很坦白跟我讲 现在没到时候 要八九月份吧 才能买到正宗 纯手工做制作的小刀 这些半手工的我看不上 没必要 刚刚那个画面都是我偷拍下来的 端拍照 拍给朋友看都不行 它上面有监控 就是公安局随时可以看到有人进来 他们对这个东西管制严嘛 就算你太好的价格 你要买刀 你还登记身份证 不管都不给拿走 随车是可以带 支架有随车可以带 如果你要坐飞机啊 或者说做一些公共交通啊 它不会卖给你的 刚刚我还问了 就是邮寄都不行 只能一个人限购一把或两把 随车带回内地使用 作为纪念品 我觉得还是相当值得的 很难得啊 你在网上买的话 大价钱还不一定买到真的 这趟 我到时候绕回应急山那边吧 怎么样也要来上一把 你随便吃 随便吃 随便吃 谢谢啊 这里 还好比较凉快 你泡的就喜欢你 好好好 好了 现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观众们 拜拜